大家好 我是Rachel 今天要和大家介紹樹琴這件樂器 想問問大家 你平時會在哪個場合聽到樹琴這種樂器呢? 例如電影配樂還是婚禮的場面呢? 樹琴這個樂器有一種好處 你將它彈一下一個彈拔 你都會聽到一些很優美的聲音 我今天介紹一下 樹琴這種樂器有分兩大類 一種就是腳踏式樹琴 腳踏式樹琴就好像鋼琴一樣 有7個腳踏 它是用腳去轉調 而我面前這個愛爾蘭式樹琴 你會看到它上面有一排手掣 我們是用手去轉調的 你可以聽一下 例如我彈的導音 我將手掣轉上去 我們再聽一次 我將它拍下去 它會高了半度 拍下去會低半度 這個就是它轉調的原理 好 然後我們看到它有一排線 這個愛爾蘭樹琴 這一部有31條弦線 它上面的音域是高音音域 下面長的原線是低音音域 那我們聽一下 高音音域是用尼龍線的 這部琴 它的聲音是比較尖 和清脆 而低音音域這幾條 五條是用鋼線 我們聽一下它的聲音 它是會有一點重一點的效果 和有一點金屬的聲音 那好了 我們看到大概分了三種顏色 紅色線 藍色線 和其他的白色線 它的顏色呢 就是要來分它是什麼音 那我們記住 紅色是導音 C音 藍色是F音 化音 那我們聽一次它的低音 好了 講完它的弦線 然後我們再下去它的音箱部分 那你可以聽一下 它的音箱是空心的 那我們彈樹琴的線的時候 那些線會震動 那它震動 那它震動 那些聲音就會去到一個音箱 放出來共鳴了 那越小的樹琴相對它的音箱比較小些 它的共鳴就沒有那麼大 而它的聲音呢 就比較限制在一個範圍 當你去到大的大阪樹琴 可能47年 好像人那麼高的樹琴的時候 它的音箱自然就比例大一點 那它的共鳴 它的聲音都可以去到遠一點的地方 那好了 然後我講一下樹琴 怎樣去放一個位置去彈 那首先呢 我們要坐半張椅子就夠了 好像鋼琴一樣 那因為呢 那有些小朋友 它有iPad椅子的時候 它就會整個人擠下去 然後如果你不叫它坐半張椅子 它整個人就會屁了 那所以坐半張就夠了 兩隻腳要躲在地上 踩到地面 腰要坐直的 那我們的樹琴呢 要拉下去 用腳夾著它 頭放在有Lever的一邊 即是樹琴的左手邊 那我們的手怎樣去彈呢 首先如果我們只彈一個音 我們用拳頭 拿一隻二手指出來 即是食指 那我們是用手指頭的部分去彈的 我們再看一次 我們再看一次 手指頭 斜斜的部分去彈 那我們再看看 我們是用旁邊這塊肉去彈 就不是正中間 是用旁邊去彈的 再看一次 好 如果當我要彈兩個音的時候 怎樣呢 我們可以 總之唱出來 然後 手指一定要高過二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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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彈完之後 合拳頭 再看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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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用四隻手指 我們不用手指尾 手指尾不要的 那我們四隻手指的時候 那個樣子就會是這樣放 手指尾放鬆 放四手指旁邊就可以了 好 那如果你想說 琴有一些很簡單 但聽出來 又好像很厲害的東西 彈給人聽 你只需要拿一隻二手指出來 我們認住紅色線 去到最高那條紅色線 塑上去 聽一次 二手指 紅色線 放好 這個就是Glisando 是樹琴才能做到的一個效果 那如果你想 由高音去低音 我們拿手指弓出來 再一次 拿手指弓出來 那就做到Glisando這個效果 好了 那今天樹琴的課堂 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想認識多一點 有關樹琴的知識 我之後會繼續放影片上YouTube 多謝